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基金经理赢钱博弈的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刚过了星期六,我们出了一条影片去分析港股中线的架构 如果未看的朋友,记得去看看那条影片,相信你对整个大目观一定有帮助 我们回到今天短线上的操作,上星期三就和大家说过,港股第一回合决胜负后,区间会继续收窄到20,600至21,800区域 而事实上,上星期四,即是放假之前,恒生指数是站稳在215点收市,技术上突破了 仓位上,其实做好仓的偏多,只是说短线而已,就算升也不会升得多 那问题来了,星期二开始,它自己跌了600点来破坏上升的形态 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星期二会跌那么多?老实说,我也比较莫名其妙 那如果硬要找一些理由,可能是市场担心上海停工整体的情况 以及又在那里吹哗过这么准,又不是降得相对比较多 那所以我们事后看回这件事,就觉得星期四是一个所谓的假突破 那由于破坏了位的关系,下目前恒生指数的区间,就进一步来收窄了 就刚刚好,就压了在两个电口之间 分别是在21,200到20,800这些价位,就是600点左右的空间 那这里我就不建议,暂时有任何单边性的短线的操作 那除非你本身有政府,那你做一些对冲,那也可以的 那如果单边买升呢,或者是买跌的博弈呢,我就不建议做了 因为去到下个星期,都已经去到期杰了 我觉得它最有机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它就是和你闻到去期杰 回到期杰那里,由5月再和你玩过 第二个情况,我觉得就比较危险些 因为现在上下都有跌口 上面2,200,000的位置,我就觉得会有阻力 但是力度相对都不算大 下面2,800,000的支持力度反而相对比较强 那如果在1月份,已经开始有看我们的网友 那应该记得,我已经教过毛统治 港股有个特性,就是裂口互保的形态 那裂口互保,就是通常用来打爆之前很强的阻力位 或者是支持位的裂口来用的 那我不肯定,目前会不会出现这种 所谓用裂口打爆裂口的情况 不过如果每当出现裂口補裂口这种情况 那裂口就会形成一个很强的阻力 或者是支持 所以为什么叫大家断线 这两种可能,其实出现哪一种都好 其实你不做也比我做 因为万一他真的这样走的时候 你买错边的话,他之后就可以推托得很快 基本上连止蝕位的位置都不让你去搞 那既然现在大户都还在打 那作为普通的散户 那不如让他打完 然后才,要么就跌到太低位 然后才出手去买升 要么就夹到太夸张的时候 那时候想不想又做些卖点去做对冲 那你说不行啊,朱长人生太短了 我每天都要赌钱的 那钱都说,说粗糙你吹,我是要赌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也说过 星期二是应升不升 那就是要跌 那如果你是这么想赌钱的 那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偏淡一点 那止蝕位就可以看回 夜期如果升穿了二万一千三的话 那我就给他了 那自己的决定就自己负责了 但是我再想重振我的立场 就是两边我都暂时真的不想买了 所以就是很高闻了 请大家,你喜欢赌钱博弈的 你买中了,千万不要多谢我 千万不要多谢我 但是买错方向就不要问候别人了 这个OK,因为人家已经利身了立场了 那另外,我今天也想说一说 腾讯和美团 因为这两只已经是横行相对比较久了 那你打开图就可以看到 它两个拉出了很完美的水平线出来 那阿里巴巴相对来说 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很自然地滑落的 那阿里巴巴如无意外 也有机会慢慢地滑下去 这个OK 那腾讯和美团 暂时来说怎么看呢 首先,我自己说的 7.00在短线的角度 当然相对比较偏淡为主 和上方400分或以上的阻力 相对来说都真心比较难升穿的了 那原因就是第一来说 下个指数相对比较差一点点 或者淡有的形势相对比较强 那腾讯作为重播成为 它继续按下去 其实来说是相当英分的 而第二,在Fundamental里面 也暂时找不到真是量力之处 所以我要再强调 我不是辟气7.00 我仍然相对比较围护 我对他围护就是围护的了 对于阿里巴巴 是反对是反对 是由头踩到尾的了 你点了文后 我也是踩下去的了 那既然阿里巴巴做到的形象是这样的话 那我7.00呢 因为我始终觉得 它的Fundamental暂时 是一个很艰苦的年份 但是它的Fundamental 要去到真正的转换 或者也都暂时想不到 有终极恶化所谓的迹象 除非说永世不准玩游戏 那你玩到这样的 那你不如放下股票吧 不然你玩完 不然政府 如果不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对于7.00 我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维护的 是维护一个比较长线的走势 在短线的角度 我都真心会认为 是会比较低一点的 最大的关键就是 我在不同频道都有说过 它这次的第一季度业势 是相对上年的超高基数的第一季度业势 实在倒退的率是可以很高的 就算按着浪跌的角度 是有机会是倒退的 是有机会的 OK 那变成说无论在广告那一部分 和手游那一部分 特别是广告那一部分 是要对比上年的基数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在金融和科技那一部分 亦都增长也有机会放缓到 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有比较低的双位数字的增长 如果是这样 再加上借为实 为什么频率的成本增加得这么厉害呢 其中一个特征 就是在于他要推他自己的 就是所谓微信的所谓短视频 那他推他自己的所谓短视频 就是很多前期的投资 加上是很庞大的 每一年是要 就是在每一季里面 他要增加可能几十亿的这样的支出 而这些支出会列入是一个成本的 OK 但是暂时又没有任何收益 不要说盈利 连肯定也差不多没有 那你只要吐出来 就是每一季吐多几十亿 每一季吐多几十亿 每一季吐多几十亿 那你加上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去到过百亿的 对于腾讯盈利基数 又开始不是太大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来说是那个伤害性 基本上是比较大一点的 OK 那总之这个跌论就是 对比超高基数的情况之下 其实除非这个股价真的 在公布业势前值 它是跌到下去 譬如说300元边那些 这样的价位便变了 什么因素都反映了 但是它现在是夹了在地狱的300元 和400元中间最偏高的价位 那变了你这个价位去买升的话 那当然是会比较是难一点的 就OK 那这就是对700来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看法 好了至于3690 其实形态和700是很相似的 都是我刚才也说过 尽管是水平线这样在那里 还行的 那3690是对比700的波幅来说 也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那现在其实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它是有利有弊 外卖那部分应该叫多了 但是在旅游酒店那部分 就坦了 但是当然是弊大于利的 坦白说那些牌 因为人有看过它的报表 你就知道 它酒店那部分的盈利 是远高于 无论是顺利率和绝对值的盈利 是远高于外卖那部分 OK 所以暗号疫情 大家要辨称是弊大于利的 OK 它以前在第一段 最初出现疫情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暴跌的 OK 所以大家要理解了它的业务整体的情况 而在公务业绩里面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大的惊喜 市场除了会看外卖和酒店业务的 纯利率的变化 有没有进一步的改善 或者是大家急速这样恶化得来 最重要是要看它新业务的投放的亏损 是控制到没有 肯收手没有 有亏损肯收手没有 就是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 还是玩到尽 市场一定会很看失业务的最新的动向 所以在估值上 其实也不是太过特别便宜 其实它和7000的理论真的是一样 尤其根本业务的前期就是掃回去 可能812元这些真的相对偏低的价格 反正来说你在现在也是 它真的是一模一样 不要介意我藏科那样东西 因为美团下面一百零几元 上方一百七十元现在一百四十几元 那又是夹了在两个数 平均数中间坚上一点 所以这波我经常说和7000一样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7000一样没有直播率 那你369年是140几元 你哪有直播率呢 OK 所以如果你差点去铁369年玩玩 是应该是外心感觉 就是说我等你一辈子不跌 我永世不买你了 不买公主油为犯法的 你要这样撥出去这样想 你有没有内心去决定 你才可以引到是所谓买入的欲望 因为大家也知道近日买股票 一有欲望买完之后 就拼头拼头拼头拼你下来 这个何必被人拼拼拼不限拼呢 好了 那我们分析完这两个股份之后 那我们最后讲回比股了 比股暂时就是14300至13600左右 就是所谓的区间那里去游走 这个 那形态上就一定是差的了 这个 所以我们暂时都看走势 是相对比较是暗一点的 OK 总之你记住 其实下方就近日比较难看这个价位 上方总之要记住 这个14000多至14000多 那些价位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所谓的阻力 OK 好了 而我们就说也都相信在议息之前 你按个纳指号 在议息之前 其实那个股市 就是说纳指都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的动能 而且就是说都要注意那些公司企业的公布业绩的 是所谓的情况 那你现在在科技那里面打头阵 就已经是搞坏了 那个Netflix 那个是所谓的会员人数 无论在Historical的所谓的季度业式 传递业式 含在最新一期的Forecast 都是做得是相对是很差的 OK 那个人口 那个增长量 它现在是负增长 OK 市场期望它可能增长几百万人一季 那怎么也知道现在是负增长 OK 那么这个落差实在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变成了就是盈利就做Energias 是比市场好 你发觉都没什么用 OK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FANG 那是Technical Stock 那它打头阵都搞到这样了 那再加上呢 在其他那些企业会公布呢 如果是继续是特别科技股虽然的话呢 那令到我纳资可能有点半崩堤的感觉 这个也不一定的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些科技股 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 那我相信Netflix 都可能是暂时可看 都可能是一个个别企业的例子 那我们说的比如说 那些50个更加深的 比如说Apple 或者Microsoft 就应该来说相对来比较稳健一点的 起码是一个比较正常的PE 那变成了那个下跌的幅度 都可以控制住的OK 所以现在呢 就是假美股呢 就应该是假一点 是吴成和禁加 应该比较深啊 或者是真身要想 它是在对于 总之是疫情 坦业链 供应链 缩表 影响呢 仅仅有多少少的企业呢 就会相对来说 是比较硬正 和波动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理解这个情况了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赞口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五月呢 也有免费的讲座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有任何关于港股 和美股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一次回答大家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